翻转你的脚球 台上一个指令台下一个动作 她是资深名模演员陈淑丽 现在又多了一个身份 瑜伽老师 你看我的手 我在做手倒立 我这只手受伤了 看到没 这就是以前在练习的时候 没有人告诉我 你的手推好 八年前她为了学习正确动作 并转职踏入瑜伽老师这一行 开始考证照 我现在在烧另外一张 失支的那个钱快要20万 加上她已经考到的 国内外六张证照 本土丙级瑜伽教练五万四 国际两百小时认证要十万等 前后投资已破百万 只要有失支证照 我就去上 为什么要去上 为什么因为你在上课的时候 你可以让自己归零 全台湾像成熟地这样 有证照的瑜伽老师 已超过一万人 而且正在成长中 所有研究都指出 因为台湾学瑜伽的人越来越多 去年已破四十万 对老师的需求也在膨胀 现在非常多的运动教练来上瑜伽十字培训 可以多开瑜伽课 就增加自己的竞争力 考照需求商机无限 以美国瑜伽联盟RYT200证照为例 代表有完整的两百小时瑜伽训练 是目前最夯的国际证照 全世界已经有七万五千名注册老师 上网随便搜都有开班资讯 现在的失支培训 两百小时的课开很多 它的门槛到底在哪里 它的好像你只要交钱 然后在一段时间以后 你就可以拿到这个证照 所以问题来了 有这张RYT200证照 就是合格的老师懂得保护学生吗 这是师资培训班必上的解剖学 他是Korey老师 RYT200师资培训总教练 开班七年口碑良好 谈到RYT200坦诚有正义 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它是一个像是一个注册机构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 说难听一点像是个电话簿 你只要有钱 有课程内容跟它注册 那么你开出来的课程 就是两百小时 加上美国瑜伽联盟 只规定课程大纲 内容并不管 美监师资班实际教了什么 得看学校良心 为了确保学生未来能安全授课 Korey师资班独创定位课 那他们就可以根据那个学生的身材 然后教他们把手脚放在对的地方 然后重点是不要造成受伤 我们自己要当老师嘛 知道自己怎样做是正确的 才有办法教学生是怎样是正确的 想烧钱考证照前 记得多问多打听 至于一般民众上瑜伽 即使面对有证照的老师 也要坚守这个原则 必须要尊重自己的身体 比尊重这个老师还要多 台湾瑜伽人口不断成长 带动考照市场蓬勃 一张证照只说明 有老师资格会不会教 是另一回事 毕竟师傅领进门 修行还是在个人 中天电视全新制作 强挡大戏美好年代